不得不说,现在的德云社真是如日中天 郭德纲以及他的弟子们已不再局限于响声舞台 各大综艺、娱乐、公益节目和项目 频繁邀请德云社演员参与 看重的便是他们的社会影响力 近日,郭德纲弟子德云社相声演员周九良 便受到邀请助力航天试验 11月24日,昌娥5号探测器发射成功 开启了我国首次地外天体采样返回之旅 为了见证这一时刻并宣传普及航天文化 中国航天建设集团官方文创品牌机构 与某文化创意公司携手拍摄了航天创意大片 本次航天创意大片邀请的主角便是德云社周九良 昌娥5号发射成功当天 该文化创意公司官微发布消息称 昌娥5号发射是人类对于无限未知的探索期待 敬请期待我们的航天创意大片 特邀橘猫周九良和我们一起打开宇宙之门 近短时间,该公司将会推出周九良为主角航天创意视频 这里粉丝们颇为期待 众所周知,作为相声演员一般都是豆梗演员比较出名 参加各类节目、活动等也是豆梗演员为主 在相声舞台上,周九良担任捧根 豆梗则是孟赫棠 此前两人一同参加了不少节目 孟赫棠也单独参加过快乐大本营等节目 周九良单独受邀参与节目还并不多见 作为捧根演员 周九良能够单独受邀参加节目 说明他的社会影响力也是不小 出生于1994年的他 本名周杭 曾是德云艺术传习社的优秀学员 2013年正式摆师郭德纲 因为本名有个行字 所以这次周九良助力航天事业 被粉丝起了一个响亮的宣传语 宇宙航行、宇宙航行 当然,本次航天文化宣传能够邀请到周九良 肯定不是因为他名字中有个行字 主办方式看中了周九良身上的传统文化地域 本次航天文化宣传以嫦娥探月为主题 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切入点 通过独特角度介绍嫦娥五号发射成功 对于我们探索宇宙的重要意义 而周九良作为德云社优秀相声艳员 其自身传统文化的气质和底蕴 十分契合本次活动主题 结合本次活动的主题和内容 主办方特意为周九良设计了古装造型 让喜欢周九良的粉丝们大开眼界 在宣传照片中 周九良一身黑色古装大扮 头戴假发的他梳起了发迹 宛如一位翩翩公子 周九良的这身古装大扮 也被粉丝们一致评价为非常帅 其实这并不是周九良第一次与航天事业结缘 在2019年4月 周九良便携手老搭档孟和堂 共赴湖南卫视 在4月24日当晚 周九良和孟和堂参加了竹梦航天 2019中国航天日文艺晚会 并表演了相声 如果没有航天 相信在晚会上的表现 也引起了航天部门的注意 因此才促成了周九良与航天事业的第二次结缘 他的古装造型 您有什么看法 快来评论区 意图为快吧 ^^^^^^ Debatte